嗨嗨嗨 谁都别再说我是娱乐主播了啊 看 要找叶博士 而我恰巧知道哪里有 哈哈哈哈 我一定是一个攻略主播 那天我看啥来的 多北突然是闲逛 来了过一个镇子 啊对 就是现在这个镇子 我就发现过这个剧情终于要让我找到叶博士 哈哈哈哈 天才天才 地图说下面有个东西是啥也看不清 先去看看吧 这 博套 不是这 哇 真是 真是鬼 保险点吧 好家伙点错了 哎呀 我 我看这有点剩的谎言 不是这个留言长吗 长吗 不是 你别看着我好吗 你别看着我 我求求你了 你你你你你 啊 麻了 顿没了 我吵着留言好长啊 这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好像是有个矿难 这是不同人的叮嘱和留言 离开离开 离开 不看了 交给我吧 公母杰里无灵可依 啊 这是什么意思 哇 我就是想过来弄个叶博士 不是有这么恐怖吗 我好像被卷入了一场矿难之中 呃 不过这个老头是 哎呀 来吧 要收集四处赌训 嗯 没事 收集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叶博士吧 好了 这就是第一处了 这个地方 哇 真的有叶博士 虽然说有一些追求人吧 但是这也不重要 应该我完成任务了 他们就自己没了吧 这 我吵 这也是鬼魂形态 啊 追求人还有 还在打我 哇 那大哥你说快点 这个鬼魂姓缘 开头遇到的那个老鬼魂也姓缘 啊 我好像明白一些什么了 又加上武训 一斗 出手 给我找啊 怎么样 我给一斗配的春天队 虽然说完全不知道怎么样 还是得靠一斗去来去去 时不时的斗战眼睛 我感觉这个解密呢 我已经有点线索在身上了 我现在得去第二处看看 还好 互相离得也挺近 而且都是矿洞 应该跟我这次找叶博士 可以连在一起 哇 确实 那这么多叶博士的话 过那个中龄任务 应该是足够了 卧槽 这个胖一点的鬼魂也姓缘 而且已经直接称呼大哥小弟什么的了 那我就完全明白了 他们兄弟几个是那个老头的孩子 然后为了夺一个宝藏 纷纷在矿洞里面 没了 啊 这个故事有点惨 我做这个解谜 能把他们看嘛呢 肯定是不能复活的 对吧 这 哪里博士 去第三首 哇 兄弟们 你们看看我路过了什么 哈哈哈哈 好哈 不是 你们这也有点不行吗 我看你们都没打着 你们见我都没混到一起 哎呀 不知死活 不知天高地厚 像我现在 那肯定是能够掉出这个小宝 但是 你们两个只是武器都不会燃火的 吹吹人 甚至连这个小宝都激活不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以帮你们一说 不必谢我 起来吧 小宝 吹死他们 哎哎 挖草 你 你起说困难 你一个礼遇大天起来 把船们瞬间给碾死 不行吗 你 好家伙 现在我要打三个 但是 不必惊慌 我曾经 开始玩百里成员的 两个学生人 管我的伤害吧 怎么样 虽然不高 我承认 但是你们两个学生人 是不是已经羡慕得不行 看好 我 哎呦 你干嘛 哎呦 你好家伙 这个球救人伤害 这么高 我不理解 我感觉球救人才是boss 对不起打扰了 你才是boss 哎呀 但是这问题不大 勇敢的人不应该逃跑 而且 我还是一名 在王者训练营拥拥有凯荣耀 点操细皮肤的玩家 神圣形态 拒荐 开一开 以绝望回剑 以绝望回剑 做适者为开 我他们要bgm呢 怎么这么尴尬 然后呢 我就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不打这个小宝 这个小宝攻击起来 会不会把球救人给打死 来 小宝 我等你手aoe伤害 好 转下来了 半辟伤害 起 博操 他们不怕呀 你是没感觉到 他们之前在用棍子 撅你吗 哎等等 他在拦了一棵树对吧 怕我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冲过去 小宝做苦力 华尔街之狼就是我 资本家在我面前 全都得哭 但是这样下去呢 也不是办法 我还得完成任务 就让游戏 结束吧 没事没事 是玩意吗 牛牛 挺死他 不演啦 不演啦 发露山 你满血啦 什么是百里守约玩家 这 就是百里守约玩家 你再摆头 就打不到了吗 啊 红枪 那更不可能 只可惜 我的发露山 练度太低了 接下来 再次交给你 斗 斩 烟 牛 知 命 打 鸡 耽誤太多时间了 我得赶紧去解密 这个组讯了 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就大致给你们说一下 后面的剧情 后面是 我吵他好装逼哦 你在cosplay 什么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 实话说 我成了你这个造型 很帅 但是 我更帅 那么接下来 是决斗时间 双方背小而立 距离二十步 真男人的决斗 同步小发展 接下来的剧情呢 就是去这些地方 找到了老头 不从的子女 当然都是鬼魂形态了 然后最终发现 这个宝箱 其实里面并非是宝藏 这段还是挺有意义的 我给你们放一下 这地方本身 就是没有声音的 因为鬼魂 毕竟再说话的话 可能有点恐怖 但是 但是为什么 我能开这个宝箱 那老头不是说 没有东西吗 看了 我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 踩到了很多的野博石 钟离这个人 无算是没有问题了 我去提交石头 什么意思 哎呦 我有啊 我的天 非得买吗 算了 没有关系 旁边有钟离 肯定不是我去买 哨子 味大的摩拉 这身在我旁边 我怕什么 哎呦 这些叶博石 该怎么选 想要我来决定吗 也好 要我说的话 答案其实很简单 老板 我全要了 我操牛逼 什么叫大手笔 什么叫大手笔 这钟离要在我直播间 多少得上个总录 等等 等一下 老板 刚才他说了 他好吃你在说什么 他说了算 喂 如果仪式只需要一种的话 全买下来 不就白白浪费三倍的摩拉了 你在说什么 有大佬 摩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 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剧情有点奇怪了 这个钟离一鸣眼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确实如此 刚才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我考虑不周了 买东西怎么能不考虑摩拉呀 若凡事都要先考虑摩拉 也就等同于凡事都被摩拉束缚了手脚 对 这句话还是很对的 摩拉天然是火灭 还是牛逼 这种话 我就说出来 油签大佬 他就是油签大佬 然后接下来事情又很奇怪 要先检验这个石头 为什么不听钟离的 直接全买呢 然后更奇怪的事情是 这个得先烧一下 证定哪个是好石头 然后还得去 达达乌怕谷 找一口巨大的锅 这个过程我就给你们跳过了 感觉有点啰嗦 不如直接买 三号叶博士这个种类的 来一箱 牛逼 好嘞 话说 别怪我多嘴啊 纯粹是好奇 各位老爷 要这么多极品叶博士 是有何贵干吗 这个怎么可能告诉你 也毕竟 说也无妨 是制作送仙典仪的器具所用 唉 难以置信 虽然如今解脆行有些没落 来 这剧情队 要免费 好 办假 哎呀 来吧 燕王爷快快快 付钱付钱 我急着感觉 过剧情期到期呢 不好意思 我又把付钱的事给忘了 让我看看 啊 果然没带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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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他他他他他说什么 没带什么 不是 摩拉克斯不是他吗 我对剧情发断有误吗 这个不是言神吗 没带摩拉 真是惭愧 又疏漏了 我的天 我算是明白了 之前公子给了一袋钱 我还以为是给我的私房钱 我是糊涂蛋 公子才是明白人啊 那完了 接下来好像还不止买一种东西吧 公子的钱全给了这个石头呢 好果然还得买花 中林先生太客气了 那么这三种霓裳花 我们该选哪种呢 老板 我全要了 我还希望你 又来 听戏时 要点最红的明灵 六鸟时 要买最名贵的花梅 此极人生 哇操 太装逼了 他这次一定带钱了 你们有带钱吗 好 这花免费了 我算是明白了 接下来应该就 就没 什么玩意儿 还有香膏吗 我的天哪 这个总不能还交给我 我去七天神像附近等你们 做好香膏以后 就在那里会合吧 他跑了 他跑了 哇好难过 这 接下来就请直播过吧 我得去搞一下 开不用的设备啥的 1月7号下午19点 也就是7点 我会准时在B站直播间 等待各位 哎呀 有点忐忑啊 到时候我会准备一些好玩的 然后准备一些月卡啥的送给大家 也会有一些 我自己的周边什么的 哎 当然我知道你们来我直播间 肯定不是为了这些东西 你们来我直播间 一定是觉得我很帅 想跟我学习一手技术什么的 放心 这个饱饺饱会 然后呢 这第一次原神开播 我也就立个flag吧 如果说我开播当天能上 白剑的话 我直接提前cosplay 原神角色 只要是原神角色都行 这个就交给你们投票 好吧 哎呀 不说了 你们记得这个时间 1月7号下午7点 想找我代抽什么的 也可以来 到时候别 黑师傅 鼓励励我一个人 我就播不下去了 我就 我就 我等你哦